歡迎大家收看 《放下馬世界》,我是洪禮炎 接下來的星期 精彩賽事可以說是一日接一日 星期六會現場直播 四場閃電錦標賽的賽事 另外到星期 對,本土香港賽事會有兩場一級賽上演 分別是董事杯和百周年紀念短途杯 一場是速度系列的頭關 另一場是三貫大賽的頭關 今天請了兩位嘉賓上來 主要跟我們談談三場賽事 包括閃電錦標 兩位嘉賓分別是Simon和Edward 不要經常說中文,英文 不要經常說中文,說英文 不如先談一場星期六跑的閃電錦標 這場賽事出馬這次不多 在廢明頓跑一千米 還沒說馬之前,Simon想問你 一千米在澳洲,有甚麼偏差嗎 這道前比較特別 如果廢明頓一千米 有速度而排在一二檔起步的馬 會比較好 始終不是一千二 沒有太靠很厲害的後上力 前面一定要夠快 如果排外檔的馬 後勁會比較好 會比較雙向 雙向 你看近這幾架 有甚麼檔位會比較好 也沒有序馬 因為有速度的馬 感覺上會比較清新 如果看… 如果跑法比較重要 比較重要嗎 跑法比較重要 實力當然是最主要 這場賽事 是否應該花旗會比較清新 你始終看一看 今季跑不長贏四場 雖然你說他這樣打單拋 但他的能力會否給大部分對手優勝 也會,因為大家都熟悉 例如曼賴區席、阿帕奇貓、熱爆景點 這些過往短途澳洲的馬王 這次全都沒有份跑 花旗是甚麼馬 他就是考菲德堅尼冠軍 大家留意 如果算級數 因為這場馬是分靈讓榜 這是三歲馬,他還沒轉歲 在考菲德堅尼贏的甚麼馬 這場馬是順可成真、萬克遁宇 那兩者是各算金界的半額軍 對比起這場馬 他的一級賽的能力似乎高一點 對著其他甚至年長的馬 因為其他年長馬 都是贏短途的一級賽 而且對手級數沒那麼高 這場馬雖然贏了考菲德堅尼是1600米 但實際上他是1000米起家的 他在考菲德的1000米 初期跑的時候經常贏或能夠入球 跑費明頓的1000米直路 他也試過進入前三名 你看看他只跑過三次的1000米 贏了兩次都是阿菲德的贏 計算了費明頓那次的1000米 都跑得有位置 即是他跑這個路程 其實也路有冤長 如果你看他的賽職 他之前在三歲馬那堆裡 他真的有點外層 對,而且這個馬無論跑1600米或1000米 他一定夠快,一定在前面硬著 這次他的排檔又不頑 排在五檔,比你的速度高 我覺得再跑分寧樣榜 他還可以贏 他是賺榜的 機會應該比較大 我覺得還要看上去21年的閃電錦標 有10隻三歲馬贏 所以你說年輕一點也未必吃虧 分寧樣榜 對,你現在的三歲也… 現在的三歲是中後的 還未到中 因為他8月轉歲 其實是2月才是中 但怎樣也比過年前的三歲馬… 剛好轉三歲的三歲馬好很多 所以這隻三歲馬 我想跟幾個月前的三歲賽事 已經相差很遠 說完花旗,應該說莫德的三隻 勇往向前,徵球和大寶庫 會否大寶庫會比較低一點 近跡計就是 而且大寶庫過漢1000米 他還沒看過甚麼 對,沒有看過 他千二拿回來的成績 而且他贏得一級賽的場合 是在布里斯本贏的 不是在色尼或是盟利盤 始終我感覺是一級賽的水準 都是以盟利盤、色尼的高一點 當然那時候他贏的 都是亞伯奇貓和銀行大盜 那兩時也不是炸馬力 但近跡是頑皮一點 而且他跑費明頓 我們是不知道,變成要猜測 對比精球我們見過 在柏天冷玉、玉曼牧場的錦標 他都入圍 對比來說 我覺得他是比較難預測的馬力 莫德另外還有一隻是怎樣的 勇往向前 勇往向前是怎樣的 這隻是在早前 其實我們粵陽轉播的賽日裡 剛剛轉播不到他的一場 那一場叫虎摩短途錦標 也是跑費明度直路 跑千二 結果那一場混戰之下 被他緊緊張贏了 贏了頭馬 即是三隻馬拍照 然後已經贏了 當時跑第三隻 這隻是今場有份跑的戰豪 但你看看,戰豪在整個評分上 是屬於低分的,很低下 那一組馬是混戰贏馬出來 而且要留意一件事 這隻勇往向前 他千二也要早段留到 尾三、尾二的馬 追上來也是僅僅贏的 這次一千,你不要二百 那是否真的夠時間讓他追上來 也要考慮他 他的跑法有點像萬瀨區直 對,沒錯 如果跑一千二就可能會好一點 跑一千,可能真的追不到 不一樣是精球 精球一定會在前面 大家看過跑天爛馬場 都知道 萬瀨區直要追過他 也很艱苦追到最後一步才能過到 但那一場是千二 現在你跑一千 他有當今次的精球牌一檔幾步 一出閘下了,他在前面 你們慢慢追他 他自己還可以不帶頭跑 跟著二、三位跑回來過一領程 他隨時都能做到 所以莫德三隻來說 精球應該會比較有優勢 數完莫德那三隻 大維希斯那兩隻也要數 即是登塔,即是利闊萊 登塔的爸爸曾經贏過這個閃爭 登塔 登塔的可以嗎 這隻也可以,這隻也可以 因為就贏一千劍你那場 我看回賽事編段 很輕鬆,我都猜不到 他有點速度 當時是擺二、三位跑 一直在駕駛騎到回來 通常大家看一級賽 打得都生死不死 對,他不是的,好像拗著癢 回來贏,也有很多人在手 回來跑一千又行嗎 同樣,這隻馬跟花旗一樣 他也是短途起家 衝路不用擔心 其實如果一對三歲馬 應該說連勇往向前三隻三歲馬 其實我比較喜歡登塔 就像浩然所說 上一場玩得挺輕鬆 而且比較來說,希斯是名牌 名牌,有些短途 我比較喜歡 而且這場他又排了二檔 會挺好,會挺好跑 再數下去應該是… 說到利闊萊才好嗎 利闊萊才好 因為利闊萊也是一千的專家 很有趣 回到上次拍電腦馬場那場賽事 他有份跑,跑到千二 真的跑到千二,不知為何穿的白 是沒有了,二人 他又在後面,但追不到 他是一隻一千米或一千一米的 短途後上馬,銀行的 那位會贏,贏一千一 也是他至今唯一的一級賽事 但留意,他跑一千米 還沒落地 我想這場賽事 雖然排檔的,有些十三檔 但不怕,他是短途後上馬 剛才也提及了 跑費明頓,跑後上的外檔 比較好一點,一千都不怕 他是跑後勁的馬 所以要留意 八棍南搖,畢竟是金季很準 跑五場,四面一桶 在費明頓也曾經贏過一千米直路賽 這隻馬,近期真的合理得好 他合理就真的合理 而且應該是全場馬 只有他贏過費明頓一千米 其他人都是上名 或者贏一千米,其他馬場贏 不過他到現在,只是贏過二級賽 一級賽真的暫時沒有能力看到 這次對著的對手挺能精慣戰 甚至例如利康萊本身經常跑一級賽 徵球已經有一級賽,一級賽 再加上花旗 跟別人逢那些是順可成真 晚克頓與跑 我認為他比較像 炮彈又如何呢 如果看看自從2005、2006年 很望國在這個錦標 跑到三甲之後 也沒有外隊馬可以在這個錦標 在前面回來 這個炮彈在香港濕了水 變成魚雷 回到澳洲又如何呢 我也擔心他,水還未能夠乾 還未能夠乾 還未能夠濕 因為能夠到他足夠 我想他出了一閘後 他應該會跟到前面那一閘馬 但回來後要埋尾 你始終在跑直路的短途賽 也挺講述你又要有速度 又要後勁又合上 這次他對著這閘馬 我擔心他有一件事 就是有前就沒有後 而且這次他還要找美國的騎士 華倫蘇拿諾黎騎 變成有點擔心 你真的不熟地頭 現在跑直路 現在在美國就很少 說了一堆 有什麼心意呢 整場說到結論來說 我暫時還是最喜歡花旗 吸收高一點,有速度 還有檔位不頑 Eber呢?Eber,你有什麼心意呢 桃園喜歡五檔的花旗 我還是喜歡二檔的燈塔 雖然地牌外檔靠後追 可以追上你,離角來的類 但是始終跑一千和一千二 如果跑一千二,我可能信心大一點 跑一千,我還是覺得 快點一遍,就要很快便到 幾十秒便到了,你前中到 所以我比較喜歡燈塔 好,第一節的時間差不多了 接下來我們會說兩場本拖賽事 董事輩和百周年紀念短途錶 今天就要看它 吧,我們節目看 很快 好,這是什麼 很快 還有,可以 我們來回頭 我們節目看